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 在中国公安部担任要职多年 他于1978年开始秘密研究和学练气功 1986年开始公开宣传气功 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一个从青年时代就接受共产党政治干部教育的知识分子 一个把政治生命、政治灵魂看得高于一切的公安部高级官员 为什么敢涉足于被共产党指为封建迷信的气功研究呢? 在探索了至少八个不同的科学领域 大量攻读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历史 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之后 叶浩是如何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呢? 法轮大法究竟是什么呢? 2009年早春二月 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 明慧十方在美国纽约和叶浩先生做了一次访谈 下面让我们先来听听叶浩先生 谈自己大学时代的一些经历 我49岁的时候就是反尤派 那时候我是大学三年纪 所以我已经长进人间这个 49岁开始到后来吧 我出国这几十年 我天天在这运动里头过活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 夹缝里头生存 冷气吞吞过去 狗群传传 我们就这么活 只要不这么样早就活不了 早就死了 那得死的三趟五趟十趟都不够了 这是个现实 我37年出生 我后来是念了清华 是念那个电子系 我19岁的时候 就是清华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整风反忧 清华北大那时候是右派 最密集地区 举一个例子嘛 就是北大的物理系 有一个班总共17个人 11个是右派 那还有六个人嘛 那发现也是俱右 中右啊 就没有好了 清华也是这样 就是好多党总织系的 党总织书记的 整个政治教研就到了 那说到我们自己那个班级嘛 我们那时候三个班 一百个人 那什么学生会主席啊 系团总织书记啊 都在我们呢 全到了 那当初我是上一个小孩了 年纪最小 那在我的前面 我们有老干部 三青年的老八路 有地下工作的 那时候叫吊杆生们 再有那种呢 就是非常精进的一些学生干部 那在我前面就四好几个 我五七年是当清华的政治辅导员 有共产党干部的教育 所以我们深深懂了 什么政治灵魂 政治生命形势 走路什么这一场 那五七年 我都得说 求命跟着 是一起得打右派 但是这些人 都是我的师兄啊 都是引导我前进 引导我认识共产党 引导我赶快 入团入团 我入团很晚了 我 五六年干了 就是五五年干入团 五六年就入团 五七年就反右派 那这些人天天搬着我进一步的 我现在就得说 你是反革命 你是右派 我那时候就百事不得其地 而且说 我就觉得 遇场非常大的灾难 所以北京所有学校的杂志报 我都去看了 清华所有的杂志报 我都看了 那我引进 网所有的大学杂志报 我实际上整个是糊涂了 因为 他们的每个观点都是我的观点 这些观点都是他们教我的 现在他们各个是右派 你说我不得行喊 也下肚下肆了 但是我这边又得知行喊 所以我那时候 又得出面批判他们右派 我说这根本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也全是那样的人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是彻底失眠 24小时不睡觉 不能睡 怎么睡 良心着备 良心恐慌 真理的就渺茫 那我就全部尽力去把 到处的共产党 你从头看到我 谁是谁 谁是谁 当初 共产主义小祖室 在共产主义前面前面 谁谁谁 哪一个后来是什么想象 就是 我们真理研究 什么叫政治 什么叫共产党 什么叫共产党 路线斗争 哪一个路线斗争 谁对的 谁错的 我都能背得出来了 那时经过这番 给心灵带来 极大冲击的 反右运动和政治研究 叶昊先生 是如何看待 政治生命的呢 我们经过那个 整风反右 我那19岁开始 给我的教育 我就深深知道 那时候叫政治是灵魂 政治是生命 没有灵魂 就是行尸走漏 所以政治在我们的 最高上 政治生命高于一切 所以 那个时候的气功 叫做封建迷信 愚昧无知反革命 所以我走入气功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 把自己的高贵的 政治生命牺牲掉 去搞这个封建迷信 愚昧无知的反革命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59年清华毕业 是在清华山做教 后来我60年 就到了公安部 我跟公安部 来筹建个研究所 他那时候要到清华 去调你们清华的那家系主任 我是当他们的提示 回去的公安部 所以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后来 这个文化革命 是因为彭罗路亚那些事件开始 那我们的张位就是那个张位 所以文化革命没开始 我们张位就已经结战了 那文化革命 那我就 那这等四年前 我已经经过了惊心痛破的那一套 我当然六年年再不会去跟着做任何事 整个这个喊刘少奇 找到那时候我一直都没举过手 没喊过口号 我早就看透了 那时候我还会跟着到大街上去吓 所以刘少奇 咋到刘少奇的话 我一定都不回去说 因为还是差是有差的 历史状况 所以我们是 车底研究了政治的事 我那时候吃饱饭 我不用上班了 我就整天坐在北京厨房 进去八点进去 网上八点关门我才出来 而且我是公安部的 我是可以去看任何想看的东西 但你想五六年 四九岁的孩子 那个时候开始切除失眠 我的身体会糟糕了 那支撑到最后支撑不住了 六三年 我就得了一种怪病 不能吃任何东西 吃什么东西就得吐 一天到晚就 只要一吃东西就吐 我不能吐 再吐出来 我就全完了 我不是把吐到嘴巴 那盖水再吞下去 吞下去它再吐 吞下去再吐 一顿饭得吐几百次 一顿饭吐几百次 这几个就整个人早就垮了 后来就文化革命 我们当会就是文化革命的影子 就被打散了 那后来就是所谓的下方劳动 那我们下方劳动是分配到东北北安的都 离苏联边界四百五百公里 然后就压送我 我们不需要会有代价的下方劳动 期别就结了 那后来说是苏联边境的正报老次见了 苏联要打进来的中国是要关门打狗 就是守住山海关 影低深度 你叫我们留下机后根据地 那我们说得给我们赶枪啊 否则怎么做就说一枪都不给 你们就等死吧 我们就嫁了 赶快跑 想尽办法千万百一都赶快跑 那还得游你游了 那我就想尽办法就跑回家了 跑到我老婆的家里了 后来在渣江也活不了了 就是所有的矛盾斗争都一样了 我们原来以为说有个潮原民呢 这个世外潮原能够躲起来呢 这个鸟肚缠身嘛 中国早就没希望 国家早就没希望 经济也没希望 科医也没希望 这个人已经什么都不要了 躲起来能活得起来 狗云残船 那狗云在山沟里 这种可以残船了吗 也不行 那回去呢 就不是说得活命吗 那我自己知道有病 我就开始看书 我老婆那病的比我更厉害了 那我们这医学嘛 那医学学 对不对 那我们自己学中医吧 中医学也没用 那学针灸嘛 我们都会了 自己都会针灸 怎么有病再加一针 后来针灸也不行 那就是各种健身场 我们都弄 救命啊 那时候我们那就 什么都治不了 就失疗嘛 所以我们就研究失补嘛 再研究药补嘛 西医不行 中医 中医不行 针灸 针灸不行 健身疗法 以后再药补 1959年毕与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夜号 在公安警察那个圈子里 是鹤立鸡群的大知识分子 孜孜不倦地搞科研 日复一日地熬夜 换来了大堆的成绩和奖励 可是在文革中经过流落各地多年之后 当病入膏肓的他想回北京原单位时 已经回不去了 怎么办 只好学着当时的社会风气 请客送礼 地香烟 送好酒 终于 他拖着已经无药可救的身体 回到了北京 然而 即便健康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 他依然固守着多年来 被共产党灌输的观念 不敢越雷池半步 不愿接触气功 我进入气功时 1978年 从我从流落到各地再回北京以后 那回去的时候就人已经都拖不动了 那回去那78年 那回去那就是 这不是说得活命吗 那这条命已经没路走了吗 那说学气功 我是坚决不学的 因为我们的教育 是绝对知道真正灵魂了 就是情愿做 这个社会主义朝 也不能做自变主义的苗 情愿死了 也不能是搞封建迷信 就是落后移民 那么反革命这个事 你自己这个身体不好 死了 你一个人死了 我们一段都是优秀工作者 反正什么那时候 也不讲 你肯定都是家人讲 这绝对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死了 绝对没关系 但是你要搞个封建迷信 那个才要死的 那一筹万年 所以今天就不会去了 但是一定没有路走的 真的是你越来越跨 已经什么都顶不住了 人也支持不住了 那我就这样 我是政治干部出身 所以能不能学习功 也是马列主义学习 我又变成话 有没有这条 老祖宗假没讲这条 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回大 那幽灵是肯定有的 灵魂是有的 那有灵魂呢 那就是可以研究了 所以我们先抓住 马列主义才开始 那时候挺有意思 中国是有气功学会 前一天搞四大科学体系 前一天那时候是八六年了 早就一整套来 不得了 在马列主义 唯有辩证法的指导之下 搞人类科学的 重新划分体系 里头人体科学 那什么就是 十大科学里头的第一个 未来的科学 是东方文化的复兴 东方科学的复兴 这是科学的科学 尖端的尖端 全先生是非常厉害的 最美妙的是 最伟大的科学的心的前沿 最光明的前途 我们那时候都是给人 全身的办法做事 此后 叶浩每天泡在北京图书馆 从早八点到晚八点 不吃不喝 不上厕所 把自己埋在书堆里 他勤奋地钻研 希望以此解开气功之谜 解开人类生命科学之谜 所以政治上马列主义研究透了以后 我就开始研究 所有的科学体系 是不是支持这个 因为我在几年工作 我一直在 除在 就是说 科学参数 我的工作领域是 随便我自己去开批的 我毕业以后 已经变了八个多专业了 我每天就是报个英语书看 去找出科学新道路 所以我研究气功呢 就从宇宙学 天文学 系统学 控制认证 这个信息呢 所有的 天文弟弟 弟子 都种 我从所有的科学体系都证明 有这么一个 人类科学 生命科学的一些 跟伟大人类一战 但是科学解决不了 那没路走路 我就研究 那怎么办 人类有没有路 这几千年 人类有没有什么路 有啊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所有的 这个能够列入 气功研究道路的 我都去看 中国那时候 有2400多种气功 几大门内 我不能说 我2400多种都学过 当成那几个大门内 我绝对都学过 我可以简单 专在图书板 看道展 看大战镜 我就有这个工作方便 可以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各种 啊 禁书吧 所以我这学完以后 我说 哦 中国真有修炼东西 这根据太多了 所以是什么回事 这都知道 那知道完以后 就有个很复杂的问题了 这几千几百种东西 怎么修啊 你知道修了以后 就觉得非常难了 你怎么选择一个最好的 道家讲的 跟佛家讲的不一样 各种门派讲的不一样 光说卖吧 这个卖是这么走 这个卖是那么走 佛教还没卖 藏密还中卖 那呢 假如是个宇宙真实 真是你了解的一个 人体的一个什么卖的话 你怎么各家讲的不一样 那我就不敢 那我一定要找到 你在所谓的区别当中 找出一个证据的 那这个又得花好多好多时间 去研究说 什么是对的 这时的夜号 已经解决了政治生命 科学 宗教的障碍和疑惑 把自己沉浸于探索 生命奥秘的实践中了 但是 这种探索和实践 在当时当地 只能秘密进行 否则作为一名公安干部 坐牢的危险 可能随时都会降临 所以从政治以后 到了科学 科学再到了 气功的本身 气功各种门派本身 我还要找出个队 所有中国的古文化 所有接触的 我都学过 从玉京算命 看风水 八卦 什么都学 那时候我也有这条件 我要什么书 就有什么书 我什么都能得到 那我这种身份 我去研究 他们这疫情 什么 他们也把我当宝贝 那我是很小心 我这边还是公安部的 什么什么人物 他们希望跟我接触 他们那个协会 就能安全一点 我是他们运动 我要倒霉 我第二天就要进监狱的 所以我是绝对不能 去公安的这样的 但是我又得学 所以我学的是 秘密状态的广泛的学 我不让人家知道 我也不能知道 那公安部人知道 我在学 那都不行的 但是他们知道 我在学 所以任何中国的 有名的算命 有名的幸福 他都得来找我 要我帮忙他做事 那我们之间都是朋友 他们就会把他们的 好东西能不能交给我 那就是这么个价格 所以我后来就说 这肯定是真的 中共文化的所有领域 都证明是有这么一个 高级生命嘛 所以我绝对是在安全的情况 秘密情况下 但是我去学我任何该学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最后 我就选了两个人学 还真知道 讲的故事 讲的典故 讲的历史 讲的现状 但是我学不进去 就没学成 没学成 我后来就学那个道家 他说念丹 念丹嘛 道家讲三个层次 一个就是天线 就是看看道家书 就升天 叫天派 一种就是人派 人派最高的就先念丹丹 那再有一种赤 就是地派 那讲讲道理 就升天 我都不信啊 念工们得有本领 你看看书 讲两句好话 你得的真理 就算天上 也不 分不懂 也不信嘛 所以咱们就学习 念丹是真的 那因为我等于 从七八年开始 等到我开始念丹 差不多八年到四年 才找到 这个人他也是觉得 他很厉害 他是说 他这一派 就剩下三个人 两个人都是 这个 叫武当山的 老道士 一百多岁 已经不收徒 也不想了 他自己的是 三七年的北大的历史系 毕业 参加卢沟桥事件 这个去 去收拾 整理现场 他跟我 交给我的时候 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做了很多 这个书 就人的生命哲学 什么 他就讲 那等于 我是前面 因为做了那么多基础 研究过那么多器材 等于 这体质 地球质 谁也比不上 所以我念 差点 共念了四天 按他们说 那就算了 一定念了 人家四十年 都念不到了 我都念到了 但是我还是有很多器官 没人弄不懂 因为知识分子 老想什么问题都要问 那我自己也是要给自己 出七百个问题 几千个问题 几万个问题 反正那时候 器官热 大家也写过很多 这个器官方面的书 器官长者的书 反正没有一本书 提到的问题 我没想过 我没有得到答案过 肯定我自己想过 我当然有了 我去看他的书 我也没看出他名堂来 也没看出他坐上来 但是也还是有很多 我回答不了的事 我就问那个 造教的那个人说 他说 你知道那么多了 还要用他 我说这个不懂吗 请教请教 打坐 你打坐 就有那面神经会告诉你 就这么说吧 《黄帝内经》里头 有个内经图 人体内经图 那我修炼的那全情里 我那都是真的 那就是修炼不是骗人的 那我天幕开了 那是两眼之间 豪光 一个金黄的墙光 哇就出去 反正就这样 就是在自然本领都达到了 反正就练功到那种状态 所以怎么吃饭 睡觉 根本都不需要 不需要睡觉的 精神不知道多晚了 就是那种修炼的所谓现在讲的那些信仰都 就四天嘛 他们说就是修几十年人得不到的东西 那完了我就可以给这公安部念想了 我是真正念七公的 因为我什么本领都有了 从马列主义理论讲去 讲到所有的科学们 讲到中国所有的文化 讲到七公那几千种门内 讲到我现在真的本领 谁也说不过我 那我当时 那我的公安部呢 老开那个局长会 什么会 我就到处选择 谁都知道 这是第一号人 无论 不会批判的 我从马列主义开始讲 你怎么会批判的呢 所有的科学门内 我哪一个门内都能讲 哪一个教授讲不过我 所有气功 气功里头 哪一个门派也讲不过我 我自己年龄四天 都是人家四十年 都不知道的东西 哪一个气功师 也不敢给我辩论 所以我的地位 我非常操作 我天天可以跟他们吵架 但他们天天离不开我 所以跨部也都知道我 那我就要跟部长去讲 那时候我做啥子 我这气功 有特异功能啊 能够搬运啊 保险会国家经济保住啊 咱们赶快成立一个气功保卫局啊 他说好啊 我们这里不能动的 因为安全部已经弄了 我们不需要了 他没有批判我说 等于气功保卫局是错的 这些事 哪个部长我都熟啊 对不对 那就可以跟气功师领着去啊 所以我气功学会就是 你赶快去找个部长 来呀 当我们的护会长 我们气功学会就受保护了 所以我见面跟气功学会也很熟啊 俗话说 心诚则灵 持之以恒地求到